新冠肺炎席卷全球,至今仍未完全受控,加上中美两国不断角力,两府相争的序幕刚刚拉开,年番恶斗仍在后头,港区国安法在此时推出,击溃了本港反对派势力,为香港带来一点宁静空间。 然而,国际上的反对声音却非常大,美国表明会制裁香港,取消香港特殊关税区地位似乎是在必行,不者有些不明白,美国既然迁路于中国,你应被制裁的是中国,而不是香港,撤销香港特殊关税地位,制裁香港官员以及参与国安立法的人士等,似乎是搞错了对象。 这次中央忽然推出港版国安法,保密功夫做得非常好,相信事前知道的香港官员十只手指也数不完。 严格来说,立法的窗户和实施非香港大众市民能够控制或左右。 因此无论将来引起什么后果,美国也不应该怪罪于香港市民, 暂在美国和欧洲民主国家立役,这是一场制度之争。 美国要捍卫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,而中国走的是特色社会主义制度。 显然,东西方的理念和价值观出现极大区别。 美国总统特朗普可以天天见记者,讲一套做一套。 以今天的我推翻昨天的我,国家主席习近平却不会无端白事见传媒。 但是一旦见面,所讲的话就是政策,就要落实,这次互斗对香港甚为不利。 两个不同制度的生死决战,将香港变成了战场。 如果你问我喜欢今天的香港还是两年前的香港? 我会如实回答你喜欢两年前的香港,但是倘若要我选择一个争取民主的暴力社会? 还是选择小点自由的国家安全法? 我宁愿选择后者,国安法针对分裂国家行为及恐怖活动分子等,不一定会客跑外国投资者。 但天天破坏商店及包打不同政见人士的暴力行为,却会真正赶走内外资金。 香港是外向型商业城市,和谐稳定的社会有利于各项投资,国安法将换来香港的长治久安。 然而,长远发展虽然看好,短期却也有负面影响,不者并不看好短期经济发展。 人类互相争斗,疫情仍在蔓延,全球经济衰退,失业率不断攀升,这些都必定影响人们的买楼意欲。 虽说市场资金泛滥,利率长期偏低,还有供应严重不足,可这些也是老生常谈,似乎要来一个大突破。 楼市才会真正复苏,或许需要一点时间,今年,还是等待与忍耐霸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